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着我的肚子 注意素质 OK 黄女士 你好 你找我前顺风有什么事吗 不是 你什么道路啊 你请坐 我坐就坐 我还不敢坐了 黄女士 你看找我 你到家里去找我呗 你在这儿找我 没有红茶 没有绿茶 更没有咖啡 我看了怎么接待你呢 实在是不好意思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就是对你的到来表示欢迎欢迎 真的欢迎 小主动 你这样弄得我都不会了 你还是原来的你吗 我就是我 好 我就是我 ев allergic 那个小黄妹妹你来到底什么事呀 我 还不是他 我在小区走路呢 我走的好好的 他那车呜里打电坡 去我旁边开过去了 借我一声水 你看看 我让他停 他一脚油门踩走了 小子宗 你说你跑得了和尚 你跑得了庙吗你啊 前日班你怎么又干这事啊 完全是在 对不起 岳父大人 据你对我的了解 我能干出这么缺德的事吗 能 爸爸 好的 既然你都来了 那行 那我做了 黄女士 请你原谅我吧 对了 您是干了是吧 没关系 我赔偿 你说多少钱 我赔你 说你摇完了 摇完了 不用再吵一会儿吗 吵架 多么不文明的行为啊 来 拿上 不是 你给我钱干啥 我缺你那两个钱呢 我不是来讨礼的 我不是来讨钱的 我不要钱呢 那就好办了 那你把衣服脱了吧 我给你洗 让谁脱呢 在哪儿脱呢 在这儿脱实在是不文明 要不这样 我还是给你两百块钱吧 你去清洗一下 对不起 你老公咋了 我觉得他今天挺好的呀 乖书啊 你女婿这两天脑子没病吧 我这脑子一贯有病 就这两天挺好的 给我的呀 我给你的 那我拿着了啊 拿着吧 那你瞎什么 小土豆 你看你这样一下弄得我不好意思了 好像真的我特别不讲理似的 刚才要你这个态度我就不来了 是的 行了 事情解决了 我走了啊 等一等 黄女士 你能不能稍微等一下我还有一点事情跟你商量商量 行行行 没问题 岳父大人 你能不能陪着我的太太到别处去遛个弯 他有事是吧 是 我跟你有点事 行行 那你们聊啊 你们反事 对对对 走吧 好好好 辛苦你了 爸爸 好好聊啊 你慢点走啊 没事没事没事 这好不要穿高跟鞋 你最近怎么有变化 我站起来 钱黄黄 你给我的 黄小黄你什么意思啊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今天开车进小区 你故意挡在我车前面 你什么意思 什么我故意 我那在正常行驶啊 你那是正常的行驶 你那叫正常行驶 怎么了 小家伙 我开着车 他在前面咔嚓咔嚓 我跟着你一百多米 你就不会往边上走走啊 我怎么知道你在我后面啊 我滴滴滴恩喇叭你听不见呢你 我戴上耳机听音乐呢 老公我装门一青年 你听音乐 你知道莫扎特是谁吗 知道莫扎特是哪国的音乐家吗 你知道是哪国的吗 我知道我还问你 我知道我也不知道 你告诉我你就是不知道 我告诉你黄小黄 咱俩没有必要为莫扎特在这吵架 对 这事也罢不着麻烦老莫 你故意的挡在我车前面 你是不是在这碰瓷呢 谁碰瓷 谁故意了 你说那我这一身水 我是故意见的呀 看来是故意的 你 哎呀我见你一身水啊谁能证明 解放民族们 你们看见我现在一身水了吗 看什么看我告诉你我车里有摄像头 我摄像头是冲前的我就看见你在这故意挡我的路 见你一身水我身上头可不会摇头 哎呀小土豆子 怎么着 你在这跟我俩臭不要呢 是吧 你想干什么 我告诉你啊 你咋你咋的 我黄小黄在小区里是什么意好人 我也不是吃素的 好 你刚才我建议你的态度特别好 两百块钱就算了 但是我现在告诉你过不去了 我一身水不是名字 我明白 两百块钱就够了 你加钱你赔 我赔你 我赔你一脸我 我赔你 钱还给我 我赔什么还给你 你没见过钱呢你 好 你想干什么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跟你没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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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说 我告诉你 对不起 不是 这线还没到完呢 这闹线还勾见呢 这闹线还勾到锅了 对呀 这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 对不起 不是 小土豆 你咋不按套路吵架呢 你来这么整我都不会了 站起来 来来来来 我问问你 妈是不是现在管你管的也太严了 嗯 兜里是不是一分钱都没了 你咋知道 抗争啊 反抗啊 来来来 爸你看 你看让金黄林君们看看 咱俩往这一站 你这块头子比我大撒 一点男子汉 膝盖都没有 你看 金黄林君们都了解我 你别看我个小 脚趾头缝里都是男子汉的膝盖 行了 好好琢磨琢磨 你别整得没用的 你借不借我钱 你咋就忘不了这个事呢 你借钱干啥呀 二狗子 二狗子咋了 不在小区门口开水果超市吗 上货没钱了 等咱倒个短三两天就还 这二狗子开个水果超市怎么老借钱呢 要不他生意能那么好吗 这倒是 不过人家二狗子讲诚信 人家有戒有魂 对 行行行行 我谢给你 爸 你可千万记住了 这是我的小金库 千万别说 别说金库 爸你站好了 咋的了这是 闭嘴 把手放下 小金库 男人必须得有 听到吗 有的时候老婆高兴了 他能给你 老婆不高兴 他是啥都不给你 爸现在跟妈要点钱是真难 来给我吧 给我放哪 你啥时候站在我身后的 就你给我爸研究金库的时候 爸你坐 媳妇你坐 媳妇 那个是 这不研究金库的吗 我这公司是越做越大 钱越挣越多 咱们公司那几个保险柜 都装不下了 装不上门啊 我就想买个金库 买个金库呢 这不差五千块钱 给爸借五千块钱 你俩那么能吃 我天天看着保险柜 我不知道啊 你那保险柜啥 是装扮过呀 是我把钱哪来的 这五千块钱是我借爸的 对 是不是借我的 到底是谁借谁的 东北话还听不懂了 我借爸的 您在借爸 是你借给我爸的 还是我爸借给你的 不是你这孩子们的 你爸借点钱 这事还得你批准吗 我爸 你看你要用钱的话 你跟我说 我直接就给您拿了 关键是我跟顺芬有约定的 他要往外边借钱 他必须得告诉我 没往外借 是是 爸借给我的 是我我我借给他的 钱我的 那你借钱干啥呀 买金库 买金库你也不信呢 爸呀 那我我干啥呀借钱呢 那买金库他要不信 你就说点别的 我哪知道 二狗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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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什么 二狗子 操事儿 上货 这不是那个就是没有钱了吗 就来找顺芬借钱 赶着顺芬没有 完整还有我有这五千块钱 然后我就拿这给他了 我借他了 那这钱是你的吧 那我的 妈 二女 妈妈 二女 二女 不是你的孩子这毛病得赶 有点事就好 我喊你妈 你妈好使啊 那啥就是 这是你 我告诉你今天 转转转转 咱俩就打个样 哎 你不是说男子汉乞丐吗 啊 今天我让你看看 你爸我也是个男子汉 看看 这钱我不借了 还你吧 我还是个女人的 说男子汉乞丐 我好是个男子汉乞丐 好是不是 跟我说就完了呗 你至于防着我妈 孕妇不能吃菠菜啊 哎呀大姐夫 让你看点甄嬛传 让你看点甄嬛传 你怎么就是不看呢 孩子看甄嬛传干啥呀 妈 甄嬛传这个电视剧可好了 告诉孕妇能吃什么 不能吃什么 甄嬛传对孕妇是极好的 是啊 我真不知道 顺芬你过来你过来 甄嬛传我看了呀 那些对孕妇不好的 什么葬红花什么 咱们家没有这材料啊 我跟你说顺芬啊 自打你媳妇怀孕以后 她每天吃什么 我都先尝一口 背这个我都背了一根银针 我带他们发展下去 我就是温太医了 再说那温太医 也没说不让吃菠菜啊 没说吗 孕妇怎么就不能吃菠菜啊 是啊 是啊 要不要去医院检查检查 哎呦检查什么啊 这不是没事吗 你竟瞎折腾 对呀 孙芬啊 那啥 艾尔美丽现在有反应吗 有反应啊 什么反应啊 打呼噜呢 这不没事 打呼噜那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没事啊 我还是打个电话 我还是打个电话问问大夫吧 哎呀 她的主治医师张医生 喂 哎 张医生啊 我是钱顺峰啊 你睡了吗 你早就睡了 好 张医生啊 我问你个问题 今天我媳妇啊 她她晾了衣服了 她倒是没有什么反应 哦 没事啊 哦 对她今天还吃菠菜了 哦 孕妇可以多吃一点菠菜啊 好好好 张医生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 这么晚不睡的话 对肝不好 好好好 怎么样 没事吧 不行 我还得问一个 哎 喂 是赛华陀赛神医吗 我是钱顺峰钱总啊 你睡了吗 睡了你起来 我问你个事 我媳妇啊 今天晾衣服了 还吃菠菜了 没事吧 哦 孕妇 你过来 你刚才说那个赛什么医生是谁啊 赛华陀赛神医啊 就咱们门口卖药那人啊 哎呀我的妈呀 那是个卖膏药的 这是个江湖郎中 她的话你怎么能信呢 怎么了 她电话你留在干什么呀 我告诉你啊 顺峰啊 我跟你说那人不能听啊 你知道吧 没事就跑小区来 来来私下来卖她的膏药 得谁就说 有病没病 贴一条 有病没病 贴一条 大姐夫 啊 你学这个小子怎么学的这么像啊 他跑他们小区来卖那膏药来 让我抓了好几回了 我跟你说啊 他那膏药你可不能给二米贴啊 贴完大宝孩子真完了 我 大其 有人抢我们 一排 谁谁谁谁谁 我 这人干什么玩意 人干什么玩意 怎么的 你还怕他呀 我怕什么我怕呀 那你上啊 啥时候回来的 大家吃个饭去吧 来你请到会的你 让我来跟我说 你咋还嘚瑟了呢 两只小女生啊 睡在河通中啊 这咋回事这是 这干啥呢这是 这是上一边了 什么玩意这都是 哎哎哎哎 算是什么事了 爸爸爸 你还能一起过来 爸这事不愿我们啊 是这么回事 咱小区不是组织了个社区 足球队吗 我们几个天天在这训练 今天这大个子 哎领一帮小孩 在这抢我们地盘 那个社区要成立足球队 你们都知道了 都知道啊 我跟你说啊 昨天赵刚刚 把我找社区去了 非常认真地跟我谈这个事了 觉得我当这个队长 非常合适 但是我觉得我这么大罪数了 做点后勤保障还行 所以我认为最合适的队长人选 就是 那我就理所应当了 哎呦 哎你你你大言不惭呢你啊 选队长也选不着你啊 你凭啥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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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的 要当也是我呀 你 我 我 平常是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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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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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火的就怼呀 那我孩子跟你们看着呢 干啥呀 嘴下的嘴下的呀 怎么着呢 你不让 当队长呀 这轮不上他呀 这样吧 我觉得要当队长 起码得对这个足球 有一定认识和理解 你对这个足球 是怎么理解的 我认识很深刻呀 那当然了 大家伙都知道 我叫钱顺丰 还知道我的外号 叫小土豆子 你们不知道我的小名 你的小名叫什么名 我的小名叫球球 我爸爸为什么起这个名 那就是让我为足球事业 贡献力量 我的武将是谁 谁 我的耳朵 这名你知道吧 大家伙都说我长得像梅西 二姑姑 你不像梅西 那像 我看你像维生素系 我赶着你 我真的想你 我看你 你不像我 你不像我 我看你